要求薄荷一定有很多的益氣 薄荷一定需要使用很特別的材料 芳芸哥少的薄荷剛才說 薄荷剛才在生活邊 芳芸哥少的薄荷剛才 使用米包和麵包去做試驗 用在麵包上 不像雷鳳吃飯煎水 放進去烤 看嘴有專業結果 做什麼實驗 烤吐司 水 把它抹在吐司上面再進去烤 或者是 把檸檬水抹在吐司上面進去烤箱烤 加檸檬的地方會變焦的 然後加水的地方會變白的 那透過這個廚房裡小小科學家的這個 課程的設立的話 可以讓小朋友 我們在高年級的部分 中高年級的部分 是讓他能探究科學的一些基本的原理 那在低年級的部分 我們主要是讓小朋友累積生活的經驗 透過各位老師的感慨 小朋友在生活當中 就能知道運動和無理性的變化 不過這不是企業結束 是另外一個改端開始 還是必須要從過程下出來 當時就來報告 小朋友沒有學到科技師 當時也學到資料建立 不需要一份固定性的專題 加入洋菜、布丁粉、巧克力塊、砂糖、冷卻後裝品 放進冰箱30分鐘就可以看到他凝固了 洋菜是白色透明薄片 可吸收20倍的水 加熱後溶解 當溫度降至40度C以下 會凝結成膠體 那譬如說我們教小朋友做餅乾 那之後我們又外聘作文老師 將教小朋友怎麼樣把這樣的 做餅乾的喜悅跟過程 用文字記錄下來 然後用繪本創作方式 就是記錄他們這些的感覺 那之後呢其實我們也很鼓勵小朋友 利用家裡的廚房裡面的材料 拿來做科學實驗 其實科學實驗沒有那麼的難 科學可以很高興 也可以很輕鬆化 讓音樂學老師就採用 廚房裡面的實材和棋材 讓孩子來做試驗 最好這些東西 他可以高興吃到百度來 記者在臉上 蔡文博德 他可以在做實驗 排名公文 然後 他可以超越 他可以在做實驗 強炎 自然